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我自己特别有一种感情的 因为应该金泡汤就是我第一样做的东西 因为小时候和我弟弟星期日是卡通见 早上我们就用金泡汤做一大碟通常 两个一边吃一边看 今天我们做的就是忌廉鸡汤 菠菜步流心蛋 材料汤 然后是忌廉鸡汤 菠菜 这个是鸡蛋 还有芝士 做这个菜 首先我们把菠菜切成根 然后我们把每一块菠菜的叶 例如一块叶是这样 拿着它 然后把中间的框拆掉 连起那些比较粗比较粗的丝 这样拆掉 然后我们就只要这些叶 剁好菜之后我们就煮一煮滚水 然后在滚水里面加盐 一来可以令菠菜有味 二来也可以令它滚出来之后 保持它非常脆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滚水里面 菠菜呢 在盐水里面 就烤它只一分钟左右 一至两分钟就够了 你看到它已经软滚滚滚了 那就可以了 那把它捞出来 然后浸到冰水里面 接着呢 我们是煮蛋了 那其实煮蛋呢 我们这次这个是要一个流心蛋的 就是这个黄呢 都是完全地流动住是生的 那这个秘技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滚水落 落了之后呢 就等五分钟 正正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将蛋捞起它 然后立即放入冰水里面 那为什么又要放冰水呢 就是停止它 那个余温继续迫入蛋黄 就令到蛋黄熟了 接着这些菠菜呢 浸完冰水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 把它拿干它 好的菠菜呢 我们拿干了水之后呢 把它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波波形状 然后呢 就轻轻地把它切碎它 其实目的呢 都是令到它不好吃的时候 可以一块一块叶 但是我们不用切到太融的 大约切一切它 这样就OK的了 我们就拿一个平底锅 加些牛油 在平底锅里 加些牛油 在平底锅里 慢慢呢 用这个高温呢 烧些牛油 烧到它融化 融化之后呢 还要见到它有一种 脱肥的颜色和脱肥的香味呢 这样才可以的 好 一路烧着牛油 牛油已经融化了 而且它开始 闻到那种脱肥的香味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菠菜 放进去 这个时候呢 要小心 看着它就不要让它焦 我们就要加一点 盐 和黑椒去调味 这些蛋煮好之后 浸完冰水呢 那我们就要把它剝殼 其实是一个秘技的 在冰水里面剝殼呢 它是会比较容易的 那么剝好呢 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些炒好的菠菜 分别地放进去 这些入锅里的小杯里面 那每一个杯里面 都有少少菠菜 然后铺完菠菜之后 我们就把蛋放在菠菜的面上 然后在每一只蛋上面 就放一匙的忌廉鸡汤 铺好那个忌廉酱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鱼鲜 刚才已经磨成熔的 巴马山芝士 放在上面 然后呢 然后呢 烤好之后呢 芝士融融地 然后呢 应该打开一只蛋里面 还有菠菜 还有菠菜 鸡蛋 奇典鸡汤 还有芝士 接着呢 就是 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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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